由22个成员国组成的阿拉伯联盟正在考虑制裁叙利亚 其中包括停止让阿拉伯国家的航班进入叙利亚 并冻结贸易和银行业的业务 本月早些时候 由于叙利亚政府没有实施旨在结束该国政府对异议人士镇压的计划 阿拉伯联盟取消了叙利亚的成员国资格